这条街叫Hight街 它这Hight有点高的意思 Legally Blonde 合法的金发币 这是一个什么话剧的广告 话剧的广告 我刚到旧金山的那个时候 还算是经常走这个街 就是这条街 当时我在一个律所工作 就是在市政厅附近 这条街还是比较熟悉的 Firefighters get cancer 消防员得了癌症 at two to three x the rate of the restless 比我们其他人高二到三倍的患癌的可能性 Donate now to the San Francisco Firefighter Cancer Prevention Fund 捐款现在给旧金山消防员 癌症预防基金 Learn more 学习更多的 在什么什么组织 旧金山消防员癌症预防基金 对是他们吸入大量的 有毒有害气体嘛 对吧也不容易啊 各行业都有他的心酸 老师呢嗓子不舒服 呕心沥血 白领呢对着电脑眼睛都看出血了 都是红血丝对吧 然后那些大美女呢 你说寒风色色之中还露着大腿 冻着 这狗呢大半夜的也互相狗咬狗 所以都不容易啊 鸽子呢互相主要为了一口吃的 鸽子也互相刀对方的嘎吱窝底下的毛 那时候见两个鸽子打架 那个一个鸽子使劲的 它不是鸽子一打架不就翅膀立起了吗 伤不翅膀嘛 那一个鸽子就使劲的 死命的刀另一个鸽子 嘎吱窝那个毛 刀掉一座白毛 把那鸽子刀跑了 也挺有意思 所以说这个争斗呀 人类呀 还是动物界都存在啊 为了一口吃的对吧 为了一些利益啊 所以确实是 哦 这个纸片飞过来了 确实是不容易啊 所以说人在小时候 看那些漫画童话里头的东西 那些美好的东西 在现实中不多 你一旦了解这个世界所有的真相 那就真的生无可恋了 觉得就没意思了 哈哈哈 之所以人能活着是一个梦想 一个一口气在盯着呢 一旦告诉你真相 哈哈哈 一旦告诉你老婆跟别人出轨了 哈哈哈 你老公劈腿了 那你就 唉 对吧 马上就卸了气了 哈哈哈 一旦告诉你你的孩儿不是你的 哈哈哈 一旦告诉你那谁谁谁跟 跟你老公开房去了 哈哈哈 多闹心呢 对吧 就像以前 好多年前 好多年前在国内啊 就是一位女士 年轻女士啊 她给她老公洗裤子 然后结果呢 在裤子兜里发现一个收据 是罚款收据啊 什么什么 嫖娼罚款五千 哈哈哈 马上就起诉离婚啊 背送中来啊 那时候五千块钱不少了 那个年代 啊 她老公其实都挺年轻 背着她老婆去去嫖娼 不但嫖娼还被抓 不但抓还被罚 哈哈哈 不但被罚还背着她老婆 张了五千块钱叫上去了 而且还被她老婆发现了 哈哈哈 嗯 还有一个是我们系统的 我们上级单位的 一个 有点小职位 然后她老婆发现她的 在兜里带着那个套套 啊 后来要跟她离婚是怎么着 是闹啊是 是什么老公啊 随身带着套套 男性防护用品 男性防身用品 哎 挺有意思 就人的这种欲望 跟社会规范的冲突啊 总想悄悄的 违背社会规范去满足自己的那点小欲望 其实挺没意思的 挺没意思的 就是你得通过 学习 思考 观察 去升华你的人生的格局啊 就是不要总盯着某些器官 来劲啊 那个挺挺无聊的 就很low 很低 人就是人嘛 人跟动物 人跟畜生 全是有一定区别的 哎 但是人跟人又不一样 有的是人 有的是鬼 有的是半人半鬼 牛头马面 所以挺复杂的 人性挺复杂的 关键是你自己要把自己弄好 自己这个一亩三分地照顾好就行了 防止被别人掠夺 对吧 然后 防止被 猛杂害命 对吧 或者仅仅因为 这个美女长得好看 就被别的女人给陷害 对吧 给弄死了 怎么着 这种事情也发生过好多期 也并不少见啊 所以 真的人心 人性 深不可测 这车停在这儿了 停在路中间了 晚上 这块停车交费吗 不交费吧 这些车都在打堵塞 谁准备着被砸玻璃啊 唉 不过最近 静剑山砸玻璃的案件少了啊 我看新闻 砸玻璃的案件少多了 大街上见到的这个 被砸的这个玻璃的车也不多了啊 确实少了 确实是少了 这个必须承认啊 从边上走吧 边上背点风 风小点啊 反正现在这个时候 路边也没什么人了 我今天跟 静剑山的一位朋友说呢 他是一个单身小伙啊 我说其实你搞得像 也不一定非得 恪守什么 就跟一个人交往啊 我说其实 人只要没有结婚 对吧 只要你跟他没结婚 你就可以跟不同的女性正常交往 对吧 正常交流吧 然后 你通过跟他们的交流呢 你可以筛选出 谁更适合你 你哪能说 被所谓的一种道德绑架 也说你跟这个女的处 就不要跟别人处 对吧 那不对 这种很愈父的想法啊 就类似于 哎 你在这个饭店吃 你就不要到我们这来吃 对吧 是不是 那不对 这个人用纸壳搭了一个棚 对吧 你在他家买东西了 你到你家再买不行 那不是 就是说哎 我就可以在这个饭店 吃鱼香肉丝 我可以在那个饭店吃海鲜 对吧 还可以去第三个饭店 吃锅包肉 对吧 是吧 其实都可以的 搞得像也是 男女的异性交往 这个都正常的 咱不说备胎吧 就是说 至少 你有一个正常的 一个选择吗 有个对比吗 因为人生确实很短暂啊 你没有太多的说 我跟这个处三年 我跟那个处五年 对吧 这样你就老了 所以你可以同时跟几个人交流 对吧 是吧 正常交流呗 Maternity care 母亲的护理 for all that is you 为了所有的 那就是你凯撒 凯撒 医疗集团的 这边16街吧 这条街很热闹 这条街 还是有些人在听音乐 对吧 因为他在国内 有个女朋友吧 所说的 其实我很担心 你说他 一个在美国 一个在中国 怎么出对象呢 他国内那个女朋友 有没有别的男的在交流啊 在交往啊 那个手机查查呗那天 哈哈哈 肯定不上查 一个是怕查手机 一个是怕婚简 一婚简都露套 都露 都露馅了对不对 套路都露出来了 所以有的时候 唉 很复杂 你看这个 在卖这个 这种夜宵啊 这种面包 烤面包什么的 也不容易啊 大半夜的 卖这些吃的 这边年轻人 有个圆葱味啊 其实咱们东亚人的食物挺好的 老美这边 老外这些孩子 反正嘲笑 东亚的食品 比如咱包的饺子呀 或者咱们包的汤 他们就很嘲笑 他们没见过 老外这些小孩 他们见识还是比较短 他们只见过什么炸鸡翅了 什么炸鸡腿了 薯片了 什么可乐 他们觉得这才是吃的 他们不认为什么虾饺了 不认为什么喝粉了 是正常的 所以他们会嘲笑 东亚人的带的这个午餐便当 会有这种 这什么呀 餐盒歧视 也是一种歧视嘛 因为他见识短嘛 一般 你歧视别人的人 一般都是见识很短的人 无知的人 才歧视嘛 他对自己不了解 对对方不了解 啊 这个人在这睡觉呢 挺可怜 挺可怜啊 这个慢慢的 睡起觉就感冒了 人就肺炎 哎呀 就时间长了 就生命就没有了 生命都没有了 这种 有这种粉红色的灯做装饰啊 好素景啊 Clarion Clarion街的尽头 啊 这个胡同叫Clarion 胡同 里面有流浪汉 推着车走呢 这会儿有一个自行车 车架锁着 车轮全消失 被人卸走了 哎 咋整 咋整 所以 都不容易 每个人的生活 都有他的苦衷 千万不要觉得啊 就他 挣的钱多 他占便宜了 你吃亏了 不是那样的 好像全天下就你吃亏吗 别人都占便宜 就你吃亏吗 不是啊 不是啊 全天下就对不起你吗 也不是啊 所以 一定要 有正确的方法论 去 看待自己 和看待别人 这是拉丁人的 这要减速 这要慢点 拉丁人的这些餐馆啊 商店什么的 他们的标牌 有点 ice cold beer 冰冷 冰镇啤酒啊 用冰给他镇凉的啤酒啊 ice cold beer 这里面摆着好多过去的什么双卡收录机 收录机就是收音机和录音机的二合一啊 代表着一种时代啊 双卡就是两个喇叭 单卡一个喇叭 我们当时读外语专业的时候 单了之后 外野系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 清华盘 什么什么单卡收录机 那个质量还不错啊 当时好像一百多个鲜吧 每个人 质量非常好 我们就听磁带嘛 学英语嘛 哎 但是后来我背叛我的事业了 我学的很好 但是后来我没当音乐老师 心里一直有点小小的愧疚啊 就是 心里有点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就好像背叛一样 但是我 我是我们那个年代 外语专业里最优秀的学生 但是还改行了 就好比一个医学院 最棒的一个学生 不当医生了 做别的 改行了 去做管理了 所以确实是一种悲哀 一种社会的悲哀 没办法 对我个人来说 或许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对社会 绝对是个坏事啊 要不然 凭我这么高尚的道德清操 带出多少个优秀的学生啊 但是勒 哎 也行吧 不过我 选择跟EMR做斗争 可能也主持了正义啊 也是另一种 意义上的贡献吧 对吧 也行 认命吧 对吧 人需要认命啊 也不是总有选择权的 因为你在当时那个时代 当时的那个户籍政策啊 当时的你的年龄 你的认知 你的家庭啊 你所能掌握的社会资源啊 能你获得的支撑 也就那样的 也就不错了 阿弥陀佛吧 就好就收吧 对吧 所以人都是一边成长 一边失落 一边遗憾 然后最后走向人生的终点 对吧 带着遗憾离开世界 一般都是这样 你说谁不遗憾吧 都遗憾 对吧 就他他是帝王将将 他离开世界 他也太遗憾 他享尽了荣华富贵啊 各种美女啊 这个各种财富都享受到了 但是他还会遗憾啊 他还会想长生不老啊 或者说帝国永续啊 所以说确实这个东西很难说 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啊 真的 像我现在比如说 我的身权杯里戴着戴棉袄 我冷我就穿上了 我觉得很幸福啊 我就很满足啊 虽然这个棉袄不好看 但是我觉得很温暖 让我觉得心里很踏实就好了 别人爱怎么看怎么看 别人说你这个棉袄 这么鼓鼓囊囊的 但是哎呀怎么怎么说 我不管他 这个人在睡觉呢 一个流浪汉啊 所以我爸昨天说的 你要获得社会的认可 你要有一个正当的职业 你要挣钱 说这些三连套 我觉得 哎 算了吧 我说人不要互相劝了 你想怎么做怎么做 我想怎么做怎么做 大家各自安好啊 各自把自己的事处理好 就可以了 这风吹的 把这个透明的瓦都吹的 光罗光响响 老外呢叫 Mind your own business 关心你自己的事 不要管别人的事 我没有跟我爸说太直白 我意思是说 我说你只要把自己的血压 血糖血脂 更像指标弄好就行了 我妈血糖就高了 8.9现在 一岛素每天打66个单位吧 我说还能加一岛素吗 她说不能加了 我说能不能 加点姜糖药啊 还是到大医院看一看 我妈就说 就这么着吧 所以很心酸对吧 就像大宝说的 哎呀爷奶奶 这么多病啊 真的很心酸 不容易啊 人生 这一生走完不容易啊 就是 首先你保持自己的完整性 身心的完整性啊 就是你身体尽量完整 你的内心呢 尽量不要有什么亏欠 同时呢 你最后离开世界的时候呢 又能够 受众正寝 就最好了 但是很多人达不到 有些人最后在监狱中 了却一生 有的人呢 就被别人给弄死了 对吧 然后有的人呢 在痛苦万壮中 死去啊 所以 很难说 什么叫成功 多了多少钱 就是成功吗 别人都公为你 就是成功吗 并不是啊 真的不是啊 你多了这个钱 可能被别人骗走 抢走 甚至把你弄死 别人公为你呢 可能也是为了 从你这儿获得点好处 对吧 让你帮着 办点什么事啊 对吧 从你这儿吸点血啊 就这种捧杀 对吧 所以不要 太在意别人的评价 也不要 把这个钱看得太重啊 够花就行了 啥是多呀 对吧 你一定要把 全世界的资源 都基于一身 当宇宙的霸主 才高兴吗 我觉得不是啊 人也是啊 就是你一定要住 特别特别大的房子 你把你的房子 弄得跟宫殿一样大 你就爽了吗 并不是啊 如果你住在一个体育馆里 你会觉得很空旷 觉得很瘆人 对吧 相反 你住在一个比较小的 又温馨的一个小房间里 你可能觉得很踏实啊 跟你放在一个体育馆 那么大的一个大厅 你还反而睡不着了 对吧 魂飞魄散的就对 所以有的时候 就像一个美女 在美国的一个美女 做医疗行业的美女 她是那种家庭护士吧 就上门给人打针呀 给人家做测体温之类的啊 她说去过一些特别有钱人家 房子特别大 一进去还有什么雕塑 然后见不着人 怎么着 见到一些大富豪家 然后还有这些 仆人在那照顾大富豪 其实但是并不好 就是那种感觉冷冰冰 没有那种真正的情感 而是这种 力行公事啊 我是我的主人的随从 我只是机械的 不带任何情感的 去按照你的指示 去给主人喂药呀 或者怎么着 调理伙食啊 没有这种情感 只是一种工作职责 冷冰冰嘛 那有的时候 这个豪宅的主人是脆弱的 是吧 看起来好像 这个豪宅很爽 但是特别大的宅子 人少就闹鬼啊 越大的宅子越容易闹鬼 所以很难说 有些东西没有必要 盲目的崇拜什么都 羡慕什么 没有必要 完全没有必要 这里边怎么 抱紧气响了 里边像鸡儿叫一样 像锅锅叫一样 还闪在这 金小偷了吗 怎么都闪的 整个浪都闪的 这个楼里边 整个这个都闪 是个什么幼儿园吧 什么机关单位啊 不知道了 或者人活着 难道就是为了 让相亲 看他起吗 就像国内一位 安徽的 UP主说的 我们老家那边 大家活着就是 你混得好 别人嫉妒你 想从你这 看点油 你混得不好 别人嘲笑你 对吧 所以 哦 这是躺着个人 躺着个人 所以 你能 离开一些小人 离开一些 坚定之人 你就是成功啊 我觉得 对吧 不在于你得到什么 而在于你 躲开什么事 什么人啊 你能躲开他 你就成功了 如果你躲不开他 躲不开这样的鬼 被一些恶鬼 缠绕 那么 这辈子就不得安生啊 这是我的感觉 所以 很复杂啊 人生不是说 单单的赚钱一项 就能搞定的 并不是啊 绝对不是 谁扔的鞋棍 刚才那种 特别薄的 就是贴着墙 放的那种鞋棍 这边应该是个幼儿园啊 这也是有这种监控 我们老家那边墓地 记得好多年之前 墓地 他有一点有多个监控啊 也很搞笑对吧 墓地也整个监控 难道是监控鬼吗 人为什么 去世了就变成鬼了呢 为什么呢 不好说 所以还是好好真心生命吧 不要为了钱 就把命活出去 不要把这个钱看得过重啊 而护着自己的这种生活状态 还有这种安逸啊 反正我现在就是 如果我没有吃饱 如果我还属于一种 很混沌的状态 那么我就先吃饱 我就先休息 我命可不挣钱 对吧 我要把自己的身体 对着自己的身体 别饿着 别渴着 别累着 之后 我才挣钱 否则我不挣钱 为什么要挣钱 为什么饿着肚子 咳着嗓子冒烟去挣钱 为什么 对吧 你挣那点小钱的不够 你恢复健康的 对吧 根本不够 一点都不够 你透析多少钱 呼吸多少钱 对吧 嘴要想开